哦 神木小姐是在 SOD Star 的專屬女優 當初會出道是 SOD 特別為她做了一個大型企劃 是因為魔鏡號要屆滿25週年 要選出一個代表的女優 所以他們挑了八位女優來做一個票選活動 最後就是我們阿力脫影而出號 我是一件晚春秋 我是阿力 歡迎收看今天的一件晚春秋與她的暗黑小夥伴 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一件晚春秋與她的暗黑小夥伴 我是一件晚春秋 今天的暗黑小夥伴是誰呢 是我們的阿力 神木莉 我們都知道神木莉是在 SOD Star 專屬女優 當時是以魔鏡號的票選出道 非常歡迎她來到我們這次的節目現場 這次我們要做的是什麼企劃呢 就是我們要來開箱開她的包包 她的包 她的包包 我們就先來看看小的包包裡面裝什麼東西 這個是衛生紙 居家必備良藥之一 因為我也是非常需要的 這個是錢包 錢包 喉糖 對 好的口氣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這個是護照 護照 這個是什麼 眼藥水 眼睛色色的時候就需要 這個是髮夾 這個是口紅 對不對 口紅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是Dio的 Dior Adict Lipstick 100番 Nood Look 就是很多朋友是喜歡送女優禮物 那他們其實最常送的東西 其實都是化妝品 那可是其實講白一點 我們在交女朋友的時候就知道 其實女生通常對化妝品是有自己的喜好 像我太太喜歡就是Cicely 大家記住 這個是手帕 手帕 哈利波特 對 哈利波特的 這個包包裡面就沒東西了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我們剛剛看到他隨身的包包了 接下來我們要看這個行李箱 好 直接打開就好 直接打開就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看這個行李箱的東西 其實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我嚇一跳 因為他裡面的東西其實很多都是裝袋袋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他所有的包括衣服啊 還有化妝品都是用袋袋這樣裝好 他是平常都有很好收納的習慣的女生是不是 他平常喜歡穿著的風格是什麼樣的風格 普段ワンピースとか あとは最近このデニムが好きなんで これに合うような服を買います カジュアルとワンピースが好き 好 那接下來看到這個是龍腳傘 龍腳傘 我們就知道是喉嚨的 對 這次其實他已經連續兩月來到台灣了 那其實我覺得神木小姐運氣還不錯 是這兩次來到台灣正好就是都沒有碰到很曬 那可能他會覺得在日本比較曬 不過準備防曬還是必須要的 好 那這個就是大概晚上保養的東西吧 對不對 這是洗澡的set 連洗澡都有準備 洗澡的話有什麼利帶一定 就是要特地帶出 全部シャンプー、リンス、ヘアオイル、クレーム 顔の化粧落しも全部塗ってきます 第三代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是哪種set これは出た後のスキンケアで全部塗って 我們看到這邊有牙刷 牙刷也還分好幾種 所以這個是慣洗的用具 對不對 髮磨きset 對 你看這邊有牙刷 這邊有牙膏 這邊有漱口水 這邊 牙膏還不止一根 我真的覺得 不易 等一下我就要跟他求婚了 這個其實大家如果有在注意神木小姐的Twitter的話 因為看到這一個小袋子是一個貓咪 你好 這是Mof Sand Juno 這個人描著 Same Nyan 這個猫 好 我們看到他這個包包上面有幾個別針和幾個吊環 這個吊環 這個我們可能要請他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看起來是一個商品 但是為什麼會做這些商品 還有這個是他的名字 那這邊旁邊這兩個別針各是什麼東西 我們請他來介紹一下 這個是SOD的スタッフさん 私的撮影担当的製作者さん 私的現場のスリッパ用に作ってくれた缶バッジ 這是Milkの3ヶ月の時的写真 和 雷娘 大家都呼ばれている雷娘バッジ 這是一周年作品時 記念で出たくじのやつです 然後這邊又一個化妝包 這個是名列是什麼東西 これは常備薬 いつも使えないけど アレルギーとか 胃薬とか 這邊又是一堆那個 手帕 手帕 手汗多 手汗多是不是 它是很慘稀沙 好 觸你做 好 好 這邊又是另外一個 香水 これはDRAの時に DRAの時に そう 開瓶器 開瓶器 對不起 我很丟臉 我以為這是乏辣 這是 什麼嗎 這個色 なんか 3 好像成功門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一個洞 開瓶器 開瓶器 然後這邊這個兩罐是什麼東西呢 何だ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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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從小就沒有吹泡泡的天分 都沒有吹泡的天分 那 那目前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所有東西就這樣子 從每一個人的行李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個性 他的個性其實就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準備完全非常周全的一個女生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們的開箱系列 那今天就非常謝謝我們生母小姐來參加這個這個單元 接下來是 那一下 接下來是 六陽 唇手 桃磨紙 胡說 離開 elo tiko 我用的アルコールティッシュと女の子的ケア 可愛いなって思うのは 可愛い 我以前不想買わなかったけど パジャマ これはファンの方に頂いた これはいつも毎日飲む薬サプリと たまに飲む常備薬分けてます いないね コロコロ 綿毛的 コロコロ コロコロ ペットボトル入る ペットボトル入る 神木小姐 神木小姐是在SODSTAR的專屬女優 當初出道是SOD特別為她做了一個大型企劃 是因為魔鏡號要屆滿25週年 要選出一個代表的女優 所以她們挑了8位女優來做了一個票選活動 最後就是我們阿力脫穎而出號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先請教我們阿力 當初怎麼會去想要參加這個活動 當初她是因為什麼原因 決定要成為一個AV女優的 女優さんにすごい その時にインスタグラムで可愛いなって思ってた女優さんとか もともと作品を見て知ってたオブライナさんがいて 私オブライナさん憧がれなんですけど なんか一緒のAV女優になりたいって思ってから いろいろ見てた時にマジックミラー5のオーディションがあるって思って 一緒のメーカーSODで働きたいって思ったし なんかやるからには先輩と同じ場所でやりたかったので マジックミラー5のオーディションをしました 現在她已經成為SOD STAR的專屬女優 也就是說她跟小倉油菜現在是同一家片商 那不知道她有沒有見到小倉油菜本人呢 はい、レビューして やっと1年後の秋葉原のジャックイベントで SOD STAR全員が集まるイベントで やっと始まりました 可愛すぎて ちょうど4周年… 4周年か50年かのイベント あの…記念の年だったので お花も用意して挨拶しました すごい可愛かった 那現在從現在開始 她也從那個… 就是SOD STAR待滿了一周年 那她對這個行業 目前有什麼樣的看法 然後那覺得 跟自己當初想像的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なんかどういう世界なのかは あんまり実際考えても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入ってみたら やっぱ昼食の経験があったので 昼食よりもすごいクリーンな みんな… なんか… なんていうの… クリーン 本当になんか働きやすいし みんないい人こっかりなんで いい印象になりました そうか 這個可能跟大家想像不太一樣 對你知道 因為大家其實很多人不了解這一行 都會覺得這一行好像藏物納購 有很多不太乾淨的事情 其實沒有啦 就我認識的這個業界 非常注重衛生 非常注重乾淨 然後也非常的專業 因為其實女優也需要信賴啦 也需要好好的工作嘛 那接下來 其實我在這邊講一句 絕對不是豪小的話 這一年來的新人裡面 我個人就覺得阿力是最強的啦 謝謝 那個阿力在海外的人氣很好 所以Forever的攝影會 已經是他第四次來到台灣參加活動了 所以他在台灣來講 應該是一個台灣通了 我想請教一下 他對台灣來了這麼多次 他對台灣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是在哪裡 欸 什麼意思 有什麼意思 有很多東西 但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我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 說話都沒有通過 大家都很溫暖 也有通過 也有通過 大家都很優秀 大家都很優秀 其實因為今年我們都知道 在兩次之前的活動以後 他來參加了TRE 我想請教一下 這是不是他第一次參加如此大型的活動 那對這個大型的活動 他個人又有什麼樣的感覺這樣子 那其實我也要恭喜神木小姐 就是昨天我們有在跟那個TRE的主辦單位來聊過 他們主辦單位對他的評價也是非常非常好 嗯 當然我們也要祝福他 恭喜他 就是在日本也出道一周年了 那接下來我想知道 他對於未來的工作有沒有什麼期待 他有沒有什麼想發展的地方 目標 目標 目標は まあ ずっとデビューしてから もう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作品の面では 一個一個 違う situationがあるので 一個一個 違う紙切を 見せていく 目標と あと 今 前回 何回か台湾来てたけど 喋れない壁 言葉の壁がすごい感じたので あの 台湾加護のスクールに通い始めたので 来年の 台湾イベントでは みんなと少しでも 喋れるようになるのが目標です なにこれ これ 台湾加護の本を買いました お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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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ゃあ おー 祝福神戌小姐 接下來 能夠在台湾 經常來到台湾 來舉辦活動 我是一句暗 春秋 ボスアリ 好 請大家 訂閱 按讚 分享 也希望大家 注意期待我們下一次的節目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